大家好,今天12月12號 那我相信在今天的一個大盤呢 他做了一個創高之後的一個壓迴 跟上一次呢 如出一側 但是問題出在哪裡 為什麼台股 他過高之後呢 他還要再拉迴 為什麼不一鼓奏氣的 把他拉上去 昨天呢 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我相信呢 美國股市呢 道琼呢 又創了一個新的高點 離歷史高呢 越來越近 那費城呢 在昨天也大漲了3.4% 我想他也是往 歷史的高點呢 去做一個賣進 那台灣股市雖然 去突破呢 前高 但是還是一樣走拉回的這樣的一個走勢 那台灣股市 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我相信 我相信投資朋友在這個地方 我會非常的納悶 那拉過去的為什麼還要讓他回來 其實呢這個關鍵點 我昨天已經提醒各位 有兩個重點 如果要站穩高點 第一 成交量 不用說 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又怕說 他失控 其實呢 我 情願呢 這個盤呢 量收 但是 我不想讓他什麼 抱太大的量 因為抱量拉回 我相信呢 很容易結束整個行情 那今天在那個行情 其實我認為 還算平穩 還算平穩 雖然沒有達到我昨天 幫各位手設的 3500億以上的量能 我相信今天只有3100多億 這要去過高 那我想這個 難度 要站穩的難度也非常的高 那第二點呢 我是在前肢股的一個部分 我昨天講過 排基店呢 他今天有機會往上拉 但是不能唱独角戲嘛 你左右互滑要起來 那今天台積電上半場在演自己啊 沒有人 沒有人的去支持他 這檔環球經啊 各位 環球經 那當然還是創新高的一個左勢 那其他的一些呢 半導體拉起來的都是像核邦 核邦這些 我相信像世紀啊 這個 我想也沒辦法去 去支撐嘛對不對 那重要的股票至少 你要出來 表現 雖然今天 股王呢 這個地方 世新KY他 有做創高的表現 但是 今天也沒有辦法 男稱大局都是 混混 兩三個 你說高這句今天 享受 扭 扭起來 那其實對整個大盤也沒有什麼作用啊 沒有一股作氣啦 那我今天不是要跟各位講說這個盤 就這樣結束了 沒有 沒有 我現在 現在 他就是要做的 可能 比較穩的一個方式 就是慢慢墊高之後 再來前例一級 我現在這樣也是可以 接受 可以接受 但是 整個道琼 他的一個走勢來講的話 其實 他也是走得很平穩 不是說他創歷史新高之後 那整個量能呢 就是呢 然後爆出來 然後說長黑都沒有 都沒有 我現在各位 他是創新高 但是量能也沒有爆出來 所以他是慢慢走 慢慢走 但是事實上 他是在創新高 他是在創新高 我相信這個 這個左勢來講的話 其實是 非常穩健的 他是達克創新高 他也是 穩穩的往上走 你看 費城 這個地方他整理之後 他馬上噴一支 噴一支上去 所以這在在的 美國股市他是走得很平穩 那台灣股市來講的話 那我想今天的開高左低 他並沒有說 去破壞他整個格局來 各位你看 台股他是隨著這一條 叫做月線 你看到 其實他過高拉回 這個底部都是墊高的 他是墊高的 所以指標 因為他在修正到一半 他有沒有辦法在50以上往上 這個就是我們要觀察的 明後天的也是一個 關鍵點 我在昨天跟各位講說今天跟明天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那今天 做半套沒有關係 那明天的只要好好的表現 我相信台股也並不是 並不是呢 各位 你們所想像的那麼弱 我想 流暗花明又一村 很多股票我想 台積電 其實在今天的一個左勢 他也 又站回去了 這條線 這條線 那最近台積電 雜音很多 但是有沒有把他打下來 沒有啊 韓國 他說要跟台積電去什麼 去2奈米 比高下 我想 這個都市場 這個消息呢 來影響各位投資朋友 你們對 整個大勢的 這樣的一個看法 台積電沒有拉回之前 我現在這個大盤 絕對沒有問題 真的沒有問題 那只是說在個股上 那你要去操作 因為現在 因為 剛好是在一個關鍵點 剛好是一個關鍵點 那這個禮拜 那其實 FED呢 他討論要不要降息 這個也是讓投資朋友 或是一些法人的搜索的 比較大的原因 但是我認為說 從美國股市 然後拉到台灣股市 那其實都是走得非常平穩 如果今天 在整個台股 他爆量 所謂的爆量 所謂的爆量就是 可能4000億以上 4500億 然後呢 拉了一根藏黑棒下來 那 我想 如果不是高點 也離高點 離高點不遠了 那是現在 3100多億的 這樣的一個量 來講 那我相信 這個大盤呢 他頂多也是整理 他不是要大幅拉回了 這樣的一個左勢 那我希望投資朋友 這個地方呢 一定要看得清楚 你在這個盤勢 雖然難做了一個 當中呢 那你還是一樣 可以 開創 開創了一條 官民的大路 我相信現在 很多股票 拉回來 但是我講過 有一些的是反彈上來 拉回來的 那你這個你倒 倒不用去太在意 也不用去注意啦 這種股票 那本來就是不是我們 真正的要去操作的 但是有一些很強勢的股票拉回來 那你真的你要睜大眼睛 你要 去思考 哪些股票呢 他是能夠讓你在 大盤呢 創高之後 能夠讓你的績效能夠 持續的累積 而且呢 能夠讓你呢 持續 能夠賺大錢的 那這些個股 你絕對能不能錯過 我相信 老是在這個地方 我也不會說 因為 大盤呢 他拉回來 或是呢 大盤在震盪的時候 那我們就去看壞整個行情 因為我沒有看到整個大盤 他的趨勢 他是走空的 沒有 沒有 所以我說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我們最近的操作難度比較大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不要去講什麼 快打部隊什麼突襲隊這個我們都不要去講 因為這個市場 有當充之後呢 很多人花招就出來了 但是會弄出這些花招來講的話 那每個人都是想賺錢嘛 但是市場是公平的 除非他有違法嘛 但是違法 那 我相信呢 我們的 執法機機關呢 他們會去做 做處理嘛 但是如果正常的一個操作的話 那我想 那每個人的實力 一定要表現出來嘛 所以我說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最近呢 好像呢 要漲了 但是呢 又拉回來 好像要跌了 然後又不跌 然後呢 又拉上來 所以這個就是你們操作的難度 操作的難度 但是我講過 你怎樣去破解 破解呢 這樣一個迷思 那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今天你是短視盡力 那我想 你每天 被修理還不夠 可能還是會被吊起來打 打了一頓 所以呢 我跟各位講說 股票呢 我們還是要照整個趨勢走 我相信 像聯軍 他突破之後 急拉上去 好像要漲了 對不對 但是他又下來 但是如果說我們從整個 指標的角度他在修正 那 如果他是在修正指標 那就是技術性的壓回 那是技術性的壓回 那回來你要怎麼做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 今天嚇到就殺股票了 就像前頂 他也是一個區間 那今天又回到區間的 下沿 那昨天 突破但是呢 他沒有真正突破 所以昨天的一根吐回去 但是 有沒有改變他的整理形態也沒有 那華新光我相信 如果你 買在這個位置點 我當時跟各位講你買在這裡 來到上野你賣 都有價差 那也10幾% 但是如果說你不是在這裡買 你昨天去追的那今天各位你是不是又把他殺掉 那這個操作是不是顛倒 是不是顛倒 所以有買有賣 但是呢 真正回來機會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又要掌握 所以做股票呢真的 你真的賺不到錢 如果說短破斷你要找這種搶的啊 但是短破斷的操作 那你又 害怕說 你賣掉了他大漲 但是呢 那你買進去了又怕他大跌 所以你是沒有辦法去抓準那個節奏 他說沒有 你才有這樣的迷思 所以你看到 我為什麼要提醒你這裡是買點 他是上來 創這個高點 到這個上野要賣 好我現在 今天又回到 170塊以下 那這不是我當時跟你講的位置嗎 那昨天攒到190幾 那你的動作怎樣我不知道但是 我現在操作呢一定有他的節奏 但是這種短破的股票當然他是這樣操作 但是長線的股票 各位如果你短視經歷 你真的賺不到大錢 真的賺不到大錢 我講過了 趨勢呢 向下的 弱勢股有沒有 他在反彈上來 是要讓你賣 為什麼 因為他每一次反彈的高點都不會再過前高啊各位 那個就是一個弱勢但是 股票市場各位你要了解 他不會說 跌一直跌對不對 他還是要談嘛 趨勢向上的時候 你拉回要買 拉回要買 找買點 不是 你拉回了反而去殺了 所以做股票 各位 趨勢向下反彈找賣點 趨勢向上拉回找買點 我現在這個都是可以 可以去學習的 不是 每天的只是 短短是經歷 那你腳步又跟不上人家 手腳又不夠快的 那你每天呢 你看他被電 那是不是很可惜啊 所以你要去破解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嘛 有時候呢 反向操作也是一個什麼 也是一個操作的方式啊 那最近我們跟各位講的 這些個股 就像軟實力 他的營收啊各位 他還是持續的在 在創高嘛 他並沒有改變啊 而且他的趨勢 他也沒改變啊各位 他有沒有改變 他有沒有改變 他是不是底部一路墊高 那 今天 盤中在殺的時候 你看 尾盤 他還是拉上來 他也沒有跌破 五日線啊 各位 那說一檔股票 漲這麼多 他拉回五日線 他還在守 那你認為他很弱勢嗎 所以我們不要去看 看這種短線的 漲漲跌跌啊各位 你看安心賺也是一樣啊 你去兩個月營收 翻倍賺 那母公司漲多 他在震盪的時候 當然 他就會受到影響 但是 影響大不大 我相信各位 昨天還在創新高 昨天還在創新高 今天拉回來 碰到五日線 就縮腳各位 那整個量能有沒有爆 走得很平穩啊 有沒有爆出來 而且這根大量都已經站上了 這個大量都已經站上 這趨勢有沒有改變 沒有 我今天不是跟各位 來講說我的股票 我現在賺多少 我認為10% 20%對我來講 那只是剛開始而已各位 但是我是怕 各位你受到了短期的 盤勢的影響 而去錯過呢 很好的一個機會點 我只是這樣的一個想法啦 我不知道同學朋友 你們的想法到底是怎樣 老師呢 我所講的 我所做的 我相信呢 我絕對跟其他分析師不一樣 今天漲停板的加速 說真的 少者也有20檔 上市櫃加起來 但是我有沒有每天跟你講這些漲停的股票 我相信沒有 為什麼 因為這些股票 都是那些霉量飆漲的個股 但是每天都不一樣的股票在漲 那如果說你的老師是每天都在漲停板 那我想他的手上的股票 那到現在各位 可能 已經爆了 土拉庫了 一土拉庫了 可能沒有在騙各位 他可能快漲停的時候去追啊 可能 去追啊 他手上有這一檔 對啊 但是 追漲停啊 但是隔天會再跳風漲停嗎 我現在現在 現在的整個的 盤勢來講是很難的 尤其這種突擊隊 一出手 隔天就要放 這種 這種呢 極短線的這種心理的操作 我相信各位 你絕對沒有辦法去 去跟他們比啊 為什麼 單單人家的錢你就輸了啦 各位 你要怎麼跟人家比呢 所以呢我講過 如果真的你比不夠人家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要退一步來想 退一步來想 那我如果真的要賺大錢 我們不要去小看 不要去小看說 一天 可能漲個2%3%4% 這樣累積 累積上去 我相信 我講過了 2%3%14也有 兩层三层 但是我們的股票 會不會飆 有時候飆起來我會嚇死人對不對 3天2根停板 各位 這也讓你們看到嘛 也讓你們看到 所以真正的 在操作 你要有正確的觀念 因為 整個觀念各位 非常的重要 如果今天你功力很好 而且說你在這個市場裡面 百戰百勝 那你就擅長做當衝 那我沒話講 但是如果說你的手腳 不過快 而且呢 你這個地方的動作 又慢慢拍 而且你才有那種衝動 急拉就想要去追 急殺呢 就想要殺股票 那我想 你真的各位 你要去思考 你到底適不適合呢 去做當衝啊 洪老師呢 我相信 我的操作都是一定要讓各位 未來能夠看到 那才是最重要 我們不是要 不是要把你的100萬 可能變成80萬70萬 各位 沒有人想要這樣 但是我們也不是不是說 你100萬就讓你什麼 賺120萬之後 那就開始賠錢了 不是 我們要讓你的100萬變200萬 200萬變400萬 500萬變1000 1000變2000 我想你要這樣的概念 我想這個才是呢 你在這個市場裡面 能夠賺大錢的 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觀念 觀念我講過很重要 所以你的格局有多大 那以後呢 你就可以賺多少錢 但是 這個格局不是 僅設定在那麼小鼻子小眼睛 每天呢 只是呢 去跟人家搶個菜錢 絕對不是 我們的格局要把它做大 所以有時候呢 拉回來呢 那我想 有時候 它就是一個機會 就是一個機會 不是說 每次拉回來你就要害怕 像達花一樣嘛 我講過了 連發科呢 他現在呢 在手機這一塊 包括說在 WiFi 7 人家都已經打入了 美系的這樣的一個產品的系列 我相信也是呢 打進了 Intel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集團 因為在WiFi 7這塊以前是博通 他壟斷整個市場 但是 連發科有辦法去跟人家搶食這一塊 那我相信呢 那這個集團呢 他越做越大 但是連發科的股價他已經漲到高檔 他休息 當然 你要去 尋找 未來呢 他的集團 底下的誰最有機會 所以為什麼我在11月份呢 我跟各位講說 這檔歐虎長龍 你一定要去掌握 而且呢 從420塊我們買進的價位 那我們到500塊我們也承諾給各位 也開箱 那現在各位 那也是在550塊上下震盪 那我想 他的一個 切入的一個產業 這種 都是未來的整個趨勢 這個趨勢很明瞭的 我相信這個都是我們在 之前呢 在D檔的幫各位布局一路上來的 但是 這D檔上來 長這麼多 各位 長了三四成對不對 那你要讓他整理 你要讓他整理 那我說上面還有這兩條線 那我想說 現在要注意是說 他穿沿線能不能夠把這兩條線 把它穿過去 如果穿過去的話 那我想的這個長線的架構呢 那就出來 那我想 以後賺錢的機會 不會就非常的大 我只是這樣告訴各位 我希望說有更多人來參與 我想洪老師都是 開大門走大路 那我們也不會呢 躲躲藏藏 那每天 每天呢 就閃閃躲藏 也沒有 我像我是照著我們的方式在做 那對不對 那我想呢 各位你看看節目 自己都可以做判斷 那我相信 這些個股 如果你從一開始 就跟我們參與到現在 你就是已經立於什麼 不敗之地 但是你還沒有參與到的 那我只是告訴你未來的機會 如果真的這個機會 你跟我們又一起掌握到 那我們一起成為什麼 市場的真正的贏家 所以呢今天 其實 這種結論呢 很重要 因為大盤 今天 該過不過 那我也跟各位講 他呢 在等一個機會 在等一個機會 因為你要怎樣的才能夠讓他的量能 能夠一舉的去做突破 那這很重要 因為現在大家還在怕嘛 那林主會 升息 與否 大家也是在觀望嘛 連法人都在觀望嘛 大家都在觀望 好 那就讓他觀望 那 實際到了 我相信 機會呢 就屬於大家的 所以 在個股上 我也跟各位講 流暗花明又一春 有些人的股票呢 怕等秋骨 我想 機會永遠留給 有準備的 準備好 我們明天呢 我們前例一舉 明天同一天再會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 喔 煩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忙都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嚴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德實地則方產業 必在收看頻道 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財收看 讓你賺進第二份薪水 好